你跟桌子前一樣有才華 你等一下你該不會也會模仿吧 但像宮城茂認真在台上跟演員互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原本客串音樂劇《倒垃圾》 但現在鑽上藝人求車 《全民大劇團》在五號發出公告 內文寫道 《倒垃圾》特別演出演員柯文哲 因過無法參與台中場演出 如果因為他而購票的民眾 即日起接受全額退票事宜 其實當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很錯愕 因為劇場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跟民眾黨那邊有聯繫 那他們也跟我們致歉 如果有些觀眾朋友是因為 柯主席而買票的話 我們會全額退 劇團團長連上寫滿無奈 在三月就開始加入角色客串的倒垃圾 柯文哲就演他自己 原本預定九月十四十五號 要到台中中正堂 但現在計畫破湯 最剛好的是劇本內容 那一段就會拿掉 因為那段原本是講 獨庚 獨庚 小獨庚的事情 對對對 我也不知道會這個樣子 其實演出之後 他們狀況都還蠻好的啊 兩個選上立委一個當行政院副發言人啊 其實應該跟我們合作應該會蠻旺的啊 怎麼會這樣 真的太突然 連一起搭檔的演員夏宇童 還有柯文哲對手系的呂少奇都震驚 也算是我們第一次有這個經驗跟著 眨眼的狀態再跟著十四走 團長也表示目前已經湧入大量的退票民眾 但有不少人表達會繼續支持 內容只是刪減掉客串改回原版 畢竟想再找人地補 人說還是請郭子強來 現在誰敢來演這個角色 都是蠻有勇氣的 TVB的新聞教會們 台北廠報導